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当他写散文 偏散相间的节奏与美感 在字里行间 无处不是读书人 宁明而死 不墨而生的高尚气节 这篇月亮楼记是范仲淹受到同为贬折文人的好友滕子金所托 看图写作 110年的试题便以此写作背景入题 文中提到 东庭湖是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 千颗骚人们看着湖 带着不同情节 却一样壮烈的人生故事来到这里 因此他们哭笑 悲喜的理由怎么可能会一样呢 范仲淹便以这人之常情 作为乘上旗下的神来之笔 顺势从写井过渡到写人 他说 千颗骚人 他们受到外在环境的牵引 使他们想起自身黑暗或是荣耀的时刻 在外在物与内在我不断交互作用之下 他们光是应付情绪都来不及了 怎么有办法好好做事呢 因此 范仲淹拉高了思考层次 他提出 古代的人人知识 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 个人的际遇 左右他们的情绪 他们先忧 后乐 高瞻远瞩的未雨绸缪 只有在国泰民安的时候 他们才有心情跟着大家去享受风调雨顺的快乐 范仲淹写贬折 提醒在人生低谷的朋友与自己 贬折不足念 逆境残人认识真我 全文就以折为出发点 体炼出跨越时空的生命智慧 不但暗示我们应该有超越个人宠物的人生标准 更要能做自己情绪的主人 可以有情绪 但不能让情绪凌驾于信念之上 全文叙事 写紧 抒情 议论 四者 次序分明 这样的文字使我们懂得在人生当中有比加关禁绝更重要的事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本课的应试重点 本课特殊字音如画面所示 近年统测试题提供重点字的词性字意以及例句 评量同学对于文字在不同语境中的辨别能力 老师为各位同学整理本课特殊字意如下表所示 例如112年的第四题 愿以南极肖乡的集入题 同学们可以善用这类型的试题来锻炼自己推敲自己的功力哦 而本课的重量级修词莫过于是护文了 各位同学可以从老师整理本课三个护文句发现 具有护文修词特色的句子 它们都是浓缩了共用词语之后变短的句子 作者长话短说提高了文句的精致程度 其他如借带辟语以及引用的例子 也请各位同学多多复习 老师依序精选本课七个关键文句 作为第二部分应试重点的分享 根据老师在各个文句所标示的关键字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范仲淹不但就好有藤子经的诗证有序 给予高度肯定 也引然为他打抱不平 范仲淹认为触景伤情乃忍之常情在所难免 但以名为念更应该是超越个人宠物的选择 那么先优后乐自然就成为了 我辈中人必然的自我期许了 政治态度一直是非常具有弹性的考点 例如在107年的试题当中 便有非常精彩的题主设计 接下来老师为各位同学整理出 越洋楼记的七个跨域考点 提供给各位同学做参考 范仲淹的处世之道 正好可以作为我们的人生导师 而本课写贬折 有没有让你也想起那个 圆扁黄州的苏东坡呢 同样是散文 范仲淹写贬折 而圆红道则拿来写西湖之美 可见杂技提散文的多彩多姿 本课虽然叫做越洋楼记 但只是借题发挥 与蓝亭集续 还有赤皮腹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至于讲到围观之道 我们除了想到范仲淹 以功戴正的远见 你更不会忘记 郭陀陀顺目之天的管理模式 越洋楼记不只说情绪与杯 他反而用空间 声音 动静与人物的互动 展演出人情的脆弱 更精彩的地方是 范仲淹跳脱了贬折的仇思 带我们进入了自我调适的生命思考 期许我们在人物之间找到平衡 对自己能有被讨厌的勇气 对境遇能够见山又是山 并且还要懂得在生命当中 整理出优先的顺序 才能够在面对挫折的时候 有与辅以顺处逆的智慧 在面对信念的时候 有屈原不忘初衷的底气 第三部分 写作指引 老师从以下三个部分 提示各位同学 在写作当中 应用岳阳楼记的方法 首先 岳阳楼记刚举目章 叙事 写紧 抒情 议论 四者一体 正好是我们谋偏不局的理想进程 而在面临人生低潮的时候 物我之间难免触景深情 要如何才能有情而不被情所伤呢 最后 范中烟在文中 以先忧后乐的信念 累积出个人的价值 扛起责任 实践信念 转逆境为助力 真正成为为自己出征的英雄 掌握以上三个要点 那么岳阳楼记便是各位同学 写作的极佳素材咯 与各位同学分享考前冲刺 祝福各位同学考试顺利